一名机车骑士行经苗栗县院理症 为了理让行人在路口停等 却被后方的车辆猛按喇叭 骑士要求对方前往派出所理论 不料这名男性驾驶不但认为自己没错 还反控遭到机车骑士恐吓 机车骑士来到路口 发现右侧有大人带着小朋友准备过马路 于是减速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可是这个标准动作却遭到后方白色自小客车猛按喇叭 自小客车的驾驶还一度摇下车窗 对着骑士大声呛骂 让附近居民看不下去 质疑自小客车的驾驶 理不知气阙狠壮 凭什么盛气凌人 那是车不对 在港湖南 我都要让你先过去 是说多少 交通部就规定我要理让行人 如果不理让会造成我被开单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 很无理啊 机车骑士也觉得很委屈 要对方一起去派出所找警方评评理 不料自小客车的驾驶一看到远景 反过来指控他是被胁迫来的 让他身心感受恐惧 还想对机车骑士提告恐吓 警方看了两个人的行车记录器之后 就是论事 告诫汽车驾驶 优先理让行人本来就是王道 查看双方行车影像 当场告知因遵守之交通法规及相关权益后 双方均表示了解并自行离去 警方也呼吁用路人 如果发生行车纠纷 要立刻报警处理 不要现场争执甚至冲突 波及无辜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 亞 LP K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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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